大家好,現在為大家介紹這一組三銘電機股份有線公司出品的行動控壓機吹塵槍 首先,這一台是一個行動電源,這一台是小型控壓機 一開始,需要把這個電池跟這個逆變器的電源打開 然後在這邊的行動電源再打開 兩個砲打開之後,再開啟這個控壓機 它就會開始運作,運作使用的過程 這個接好之後,就可以開始使用這個吹塵槍 正常呢,它裡面有建立一顆電池 所以我們要維持充電,如果不用的話關掉 要充電的話,把它打開這邊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輸入電源的插座 在後面,這時你可以把電源開掉 開上來呢,這個還是一樣 這個電池的電源的那個部分要按上去 它才會充電,如果說這邊沒有連接上去 它是不會充電 這邊要特別注意,要按上去之後它才會充電 綠色的燈會亮 這個,等到這個綠色的燈開始閃爍的時候 表示它的電源即將快要充飽 是這樣 OK,那這裡還有一個要介紹的是電源指示器 可以按一下它的顯示它電量 現在顯示的狀態是充飽的一個狀態 現在我們在平常把它按掉 因為它還是基本上它會耗電 那你如果充飽了,再把電源插頭拔掉 在後面再拔掉 OK,然後就大功告成 接下來介紹這個電銀行的這個背面 電銀行背面主要有兩個插孔 第一個是AC的輸入,就是要充電 第二個就是這個跟外接電池的一個裝置 那你可以注意 一定要注意到正極是紅色的要接對 負極是黑色的要接對 然後呢 你假定 需要更大的一個電池的擴充性 就靠這個像這樣的接法 一樣 紅的要接在正極 黑的要接在負極 那相對的 相對的 如果要充電呢 這一台行動電源 也可以把另外一台的電池 就是給它充完電 還有一個方式 但是注意一項 就是說 當你要充電的時候 或者是說要使用扣充性的電源 後面有一個電池開關 要把它開上去 這樣它兩台的電源才會連結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係 但平常沒有用 要把它關掉 避免後面有電會會產生火花 然後被接觸會短路 再來 假定你的愛車 已經沒有辦法發動 這一個行動電源還可以提供你來做一個 愛救車的運動 你可以只要把這邊接到你的這個 這個 車子的電池上面接上去之後 注意這個把它開ON之後呢 注意這個要先接好你的車子的電子接好之後 這邊再開上去 然後呢 再開啟你的 汽車的鑰匙 它就會順利的來發動這個車子 以上是針對電銀行這個背面的一個做的說明 謝謝